今天主角就是我想要來開箱用這一盤眼影 它的封面真的很不是我的菜 就是這個實在太粉紅色了 但是裡面很可愛 你們有看到這個珠光嗎? 有人說這盤我會很失望 沒關係我們就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然後因為我剛剛保養其實已經過了非常久 所以我現在先噴個這個保濕防護定妝噴霧 我都一兩點才睡啦所以還好 但我在猜今天可能會直播很久 因為我從底妝開始化的話 今天我要用到的底妝是Huda跟這個運動粉底 我要把它混在一起 因為Huda這一罐真的是乾到爆炸 乾到爆炸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明明就是一個會出油的肌膚 可是它為什麼會這麼乾 要這樣混在一起 它剛剛沒有幫我更新留言 我想說怎麼暫停的 是現在就是當機嗎 哈囉 為什麼Pinky要一直爆我料 然後這個真的很乾 但還好我剛剛有混那個運動粉底 所以它遮起來力真的好好喔 遮起來力很好 然後有混的話我覺得 沒有像我之前用這麼乾了 嘿 還不錯還不錯 欸這個鏡子很好用 我非常喜歡 可是我會用這個小鏡子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我如果這個大鏡子要在我想要看的距離看的話 大家都會就是被擋住 所以我才會需要拿小鏡子 我就是想說這罐粉底液這麼乾 就是我知道很多油肌很推薦 可是我就想說這也太乾了吧 到底是要多油的人才可以用它 可是我又覺得我自己已經超級超級油了 所以我就努力在客服使用它 它真的很乾很霧 你們看得出來嗎 就它現在在我手上 就是已經快乾掉了 我上太多了 哈囉 我覺得能夠一邊直播一邊化妝人很厲害耶 我覺得我就會直接大翻車 所以如果 今天翻車了 我真的是很抱歉 欸我這邊剛剛真的是直接上太多 導致我臉現在看起來很面具 但這個粉底液 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上起來很像面具臉吧 因為它遮瑕度就是這麼高 我剛剛忘記講我想說的話了 就是今天真的感覺到大家都辛苦了 對但我們就是 清洗手戴口罩 我們可以度過難關的 我剛剛可是混了一個幾乎沒有遮瑕度的東西 那個運動粉底液的遮瑕度很低 然後它下起來的 遮瑕度還是這麼高 對對它沒什麼香味 沒什麼香味 我再處理我鼻翼的毛孔 因為我這邊毛孔真的 很粗大 有些粉底液不用小刷子處理的話 反而會白芝麻或是讓那個 粉底液在毛孔的邊邊 然後中間的黑洞就特別的明顯 會很醜所以就是拿這種小刷具 稍微把它刷一刷 這一罐呢我覺得就是要超級超級的油肌 真的是最高等級的油肌才適合使用 總會有人叫我不要太認真化妝 但我覺得直播其實也很難完全的認真 我今天遮瑕不會用jacket 我今天就用這個而已 因為剛才Huda那個已經夠遮夠遮了 這個遮瑕膏我覺得不會很乾耶 但我現在眼下有眼屎 有眼屎的部分 鼻子毛孔的話 我知道做那種什麼蜂巢式 還是什麼的 有一種雷射是可以打的 但是那個好像都會流湯 就是會有血 會噴血 然後可能要一兩個禮拜不能上妝的 我實在是有一點不敢 或是說等我哪一天勇氣夠了 我可能就會去做 欸 這邊臉現在很乾 因為剛剛這邊粉底液不是本來上太多嗎 現在這邊 這邊很乾 這邊我覺得還好 這邊很乾 我要哭了 久久一次直播就翻車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嗎 真的嗎 我都覺得打那個我都會 就是我都打雷射了 我都會想說是要我先毀容是不是 然後毀容才可以得到漂亮的樣子 就也太殘酷了吧 最淺的顏色 手上這支遮瑕刷是 華紅的 982系列的3號 我很怕我又講錯 要遮淚溝 如果我有 就是沒有回到的 就是回到的問題 我真的抱歉 因為我一邊在化妝 如果我要一直回去翻問題的話 這個直播可能要開到半夜3點 煮飯的影片 最近因為很熱 所以 有一點沒動力 我現在看很亮 為什麼這麼亮 這個遮瑕膏 比Huda還遮 但是有時候就是要 好好地暈染 不然真的會 白得很明顯 Pinky 我在等Pinky回來啊 他回來 他要回來 我們產的合拍影片 我們已經一年多沒見面了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網友的概念 我記得我每次直播話 也不是每一次 就是也不過三次而已 三次 還是兩次啊 直播化妝都翻車啊 為什麼今天會 變成這樣呢 對啦 翻車帶來歡樂的話 也蠻開心的 今天確實需要一點歡樂 不然今天真的心情太累了 必備的糧食 我現在冷凍庫有一堆包子 一堆包子 因為那個就很方便 你只要蒸就好了 然後鹹的甜的都有 等一下這個有點白白的 我看一下 定妝後通常會好一點 Huda真的好乾 我傻眼 我現在看著我這邊的皮膚 真的是 感覺等一下會裂開 怎麼會這麼乾啊 我上次用的時候覺得這個粉底液會黏黏的 但是今天怎麼好像會自動定妝 今天覺得沒有很黏耶 就好像可以不用定妝 那我就定妝眼下跟鼻子就好了 額頭還是再定一點好了 額頭也定一點 然後我這邊回一下剛剛問我蜜粉的 因為我剛剛使用了它的蓋子 蜜粉 蜜粉是這個 其實我不太知道這個牌子要怎麼唸 就是在那個實時有賣的 我覺得我開直播大家就會發現我有多笨 而且其實直播我還是有點緊張 我現在就是有一點微微的發抖 就是拿筆的時候筆會這樣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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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噴一點這個 波泉水 這不是一點是噴很多 剛剛那是活泉水 雅漾的活泉水 我剛剛開直播前還先就是問了一下Pinky 就是需要他帶給我一點勇氣 說那個按鍵我怎麼樣都按不下去 然後那個直播的按鍵就是 按不下去 先用 HIMI好了 H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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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容 我發現這個影片啊 如果同時要剪成一個YouTube版本 可能有點難 因為我完全沒有在在乎相機的 就是 我用的是 00號 我剛剛一個就是沒有在管就是那個 活泉水乾了沒 就是刷上修容 直播怎麼可以使人慌張啊 但我覺得我總是要克服一些心膜 就是要突破一些舒適圈 欸不過說真的那個 打亮一開始太白的 就是定了妝之後現在真的是好蠻多的 也現在真的是有因為粉底的關係 我覺得蠻乾的 比平常還乾 但有可能是因為我前面妝前保養其實已經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開始化妝 就是 修容刷是 KUMO 還是KUMO KUMO 這一個韓系的牌子 它全部的 也不是全部 就是我有收到幾支刷具裡面 修容刷是我 有一直持續在用的 就我覺得它小小的 蠻好用的 咦 今天也用這一塊好了 就是用兩個比較淺的顏色 我想一下喔 喔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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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Urban Decay的好了 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其實 開直播前我有修了一下眉毛 把眉毛修細了一點點 畫眉毛的時候真的感覺到眉毛變細了 我大概只修掉了0.2公分吧 所以想要把眉毛修細是想要讓眼皮的空間大一點 大家化妝的時候會不會閉著一隻眼睛畫啊 因為有時候我會 太認真 然後就會閉一隻眼睛 然後就會 這樣 但是我記得以前 曾經有人 跟我說這樣很奇怪 是嗎 是嗎 對 是LORA的眉刷 可是我這個是 就是它還在開發的時候 寄給我試用的款式 不是現在 它現在還是長這樣子 就是不一樣 感覺強度也有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然後它的刷具我有在使用中了 有在測試中 因為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之前這一套 就是它 其實它打樣的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用 終於 終於要來我們的眼影了 你們看它這兩個 這兩個亮片裡面都是帶一點點綠光的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這兩個是有亮片 然後這兩個是霧面裡面好像有一點亮粉 然後這兩個就是霧面 我先手部刷射看看 就是霧面 有一點結塊 可是那個顯色度跟滑順度感覺還不錯耶 接下來我要試中間兩個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不太能明白 霧面裡面為什麼要有 亮粉 或是珠光粉 對不起又有開門聲齁 瑞秋出來了大家不要緊張 欸它在手部上刷色蠻漂亮的 它在手部上面刷色蠻漂亮的 然後手部刷色是看得到亮粉的 但是上眼皮的話 你用刷具可能就會看不到 奇怪 他們 他們家以前飽和度有這麼高嗎 因為我之前買過一次 我應該買黃色那一盤吧 大家現在要進入 亮片的世界了 亮片摸起來有一點點鬆鬆的感覺 有看到嗎 亮片的感覺不太 不太 不太 就是不太對勁 它感覺很鬆 感覺 不是黏很緊的那種類型 有點擔心等一下 眼下這邊會有一堆 亮片 尤其是粉紅色這個 粉紅色這種都鬆啊 雖然是蠻漂亮的 但是 就是 就是那個鬆鬆的感覺不對勁 而且粉紅色的沒有很亮耶 沒有很亮耶 什麼意思 有啦有亮但是就是沒有上面這個那麼亮 有點害怕 今天就用LORA的 用一些它的刷具好了 可能不會全用但是就用一些 我先用這個 淺粉紅色 我覺得它這把刷具很神奇 它是有一點斜坡型的 斜坡的這種眼影刷 這種刷具比較常看到是在什麼腮紅之類的 比較少看到眼影刷 它的刷具 首先刷毛的部分是 絕對OK 刷毛真的是很舒服 我現在就是在 試它的刷型我喜不喜歡 這一支就是屬於那種 可以鋪色 可以這樣按壓顏色 然後也可以這樣 暈染的類型 我現在腦袋中一直回想起來 剛才 剛才有人說 感覺它會對這一盤眼影很失望 我現在 腦袋中立刻想起你剛才的留言 像這種比較淺的 顏色真的就是 要比較有耐心慢慢疊 就是要疊個 四五六七八成吧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 有帶 有帶亮片 的粉紅色 我要把它上在下眼瞼看看 比較深的霧面色 然後我想把眼影的範圍 稍微往外帶一點 繼續努力加深 現在換用這個顏色 我現在再加深那個下眼瞼的 睫毛根部 霧面色 霧面色四個顏色暈染 大概就是到這個深度了 如果你想要再更深 就需要別的眼影盤來搭配 我想要先用比較亮的這一顆 我現在要來 用這個 燈燈燈燈燈燈 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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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太 過頭的地方 就用 螺旋刷 把它刷走 手指壓在眼皮上面的時候覺得 恩 好像有一點點 黏黏的感覺 一點點 所以它也不是到說完全沒有附著度 就是比較亮的這個 粉紅色的這一顆了 這一顆 放在下眼瞼的位置好像比較正確 欸好像還可以欸 沒有想像中的 非 欸我現在要收回剛才對它的一些意見 其實它在眼皮上面附著的蠻好的欸 就是你們看它的那個 我現在整個臥蠶是凸起來的 現在要用一個別的打亮來當我的眼頭 我要用這個 感覺跟這個眼影盤的顏色很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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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眼線液是用超快的東西嗎 我覺得 我覺得用超快的東西是眉筆 眼線液我覺得 還好 除非你是畫像Sara那種很粗的眼線 可能每天這樣畫 會用得很快吧 但我覺得像我一般畫這種 不會覺得用得特別快 但用一陣子你覺得有點乾的時候 有可能是那個眼線液 前面卡住了 你就是 拿個 衛生紙之類的在上面嚕一嚕 把那個 乾掉的眼線液嚕掉 你的眼線液就會正常出水了 髮捲 這一個 這個其實是兩個東西 髮捲是在 我記得是寶雅 就它有賣這種 很大的髮捲 然後 夾子是 Eduhaus Eduhaus 還是Eduhaus 其實這些品牌名稱我真的 從來搞不清楚 呃 它有賣髮捲跟這個夾子 就是一組的 可是它那個 髮捲 我覺得寬度太小 然後很容易頭髮會往外 噴出去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裡面的髮捲 換了一個比較寬的 我決定還是帶個假睫毛好的 因為 我如果要很認真的刷睫毛 要刷個 半個小時 假睫毛我要用這個 妮塔塔Beauty的10號 假睫毛膠 我要用萬年不變的 House of Luscious 我已經從一個 一個舊包裝 用到新包裝 還在繼續用它 太好用了 這種一搓一搓 你就卸妝的時候 就一搓一搓拔下來 然後一搓一搓放回去就好了 就是用到它真的 四分五裂不能黏為止 有衛生上面疑慮的話 你就是每次卸下來的時候 把上面的殘膠給清掉就好了 我在弄下睫毛想到上次我朋友 很認真的告訴我說 欸 你真的沒有下睫毛欸 下次 下次還有二手拍的時候 歡迎再來找我聊天 其實我也是有點害羞的人啊 但是通常 只要 只要對方嗨我就會跟著嗨 然後下睫毛通常都會讓它 往下壓一下 有沒有長出下睫毛了 雖然我臉型有點怪 這個腮紅 看起來可能也會是國王的新衣 然後腮紅刷的部分呢 我要用這個 鄭宣墨老師的 這個其實是蜜粉刷 可是 我會發現拿來上這個腮紅有沒有 如果你也喜歡上紫 就是 那個位置蠻適合的 我覺得 我看得到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是一個很隱約的顏色 有啦有啦 有 但就是淡淡的 我覺得我換一把刷具看看 我換成 一樣也是鄭宣墨老師的 但是就是腮紅刷了 然後 因為它這個比較刷型 就稍微再密集一點嘛 所以 應該可以上起來更顯色 然後我想說 像 就是 你知道把它 腮紅暈上來一點 但我疊了蠻多層的喔 就是 剛剛 等於這樣上了 蠻多層的 然後它是在我皮膚上面有顏色的 欸 但是我得跟大家說 我上這麼多層的話 有一點 有一點粉感 因為畢竟我 加了很多層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啦 除非你 真的超愛這個 亮片的顏色 不然 你真的 就是要白皮膚的朋友 再買 然後打亮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用 OFRA這一顆粉粉的 但它這個 是說這個包裝嗎 我剛剛小小的打了一個格 為什麼我要自己承認這件事呢 但它有做這個格板 這是 這個是 就是 在裡面的 它這個格板是有 卡在裡面的 所以你就不會 不小心把它忘記了 所以它這個板子 就可以 好好的把它 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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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但我覺得它這個 我要講一下 它這個包裝啊 這個大扭扣這個啊 我有做光了的手指頭 很難打開它 所以我剛剛就一直 沒有把它關上 因為我只要關了 我就很難開 它那兩個亮片色 我覺得我是可以給過的耶 實際上眼皮的效果 我覺得蠻好的 但是霧面色 對我來講 就是 稍微有點 顏色有點勉強 有一點太淺了 唇彩 我有買了Romane的 這個 就是 它已經出了一陣子 我才買 但是我只買了 兩個色號 就是 兩個系列 我都各自只有買 兩個色號 就是 22跟23吧 現在唇泥我比較喜歡的是 Into You的 可是Into You好像有一點點爭議 所以大家自己爬紋再決定 我現在來是 22號 然後我覺得它是 少數我可以用的有一點 裸 裸粉橘嗎 可是我不確定大家手機看的顏色如何 23號 應該是比較偏紅偏深一點點的顏色 喔 喔 23好漂亮喔 我現在來的是 23號 20 我就知道它是23號 我還一直看色號 很好看 我會說 22跟23 買一個顏色的話 買23 但我覺得它肉眼看 比較像是 有點深的 豆沙色嗎 可是螢幕拍起來好像有一點像中藥 的那種深紅色 對阿 這個系列我第一次看到包裝的時候我想說 這個包裝是有瑕疵嗎 結果後來看了紙盒的包裝才發現 喔這個系列的包裝就是長這樣 我接下來試這個 光澤的這個唇釉 我也是先試22 這個顏色我昨天第一次用的時候是跟霧面的一起用 然後 就一起 就疊在一起用 所以我沒有 試過 這個顏色單獨擦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 22號單獨擦的話 下嘴唇的部分 我會有一點點看到原本素唇的暗沉 但我現在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就 不等它沉沒了 我就等下把它卸掉 快畫完了啦 我剛剛唇彩已經試了三個顏色了 我現在來試第四個顏色 23號 但是也是很好看 我嘴巴變形 很好看耶 叫23的這個色號都是好看的色號嗎 對啊 像戴口罩都不能擦光澤型的 這個就是自己在家 擦了很開心的 這個是 22 大家可以等 就是異形結束的再買這些 你可以先筆記下來 然後 這個是23 漂亮 有漂亮 好了 我根本沒有完妝 我這邊就直接沒有畫 我好像在作弊一樣 我這樣應該算是有 從翻車現場稍微晚回來吧 感謝大家 深夜的陪伴 對 最後完妝的樣子 兩邊眼睛都畫好了 瀏海有一點怪怪的 我剛剛發現直播留下來的檔案 它的聲音跟影像會 有延遲的狀況 所以我應該要感謝我有 就是用相機另外再錄嗎 總之很感謝今天大家陪我一起開箱化妝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麻煩 謝謝 每個月